日前傳出北韓派兵援助俄羅斯的消息 也有士兵影像流出 但是有情報指稱18名北韓士兵落跑 原因竟是被丟在荒郊野外 没有粮食 餓到受不了 两天后就在60公里远处 发现这些失联士兵 而被派去援俄的部队 疑似是北韓最强的暴风军团 根据日媒采访 曾经是暴风军团的脱北者 受过的训练就像北韓释出的影片一样 必须在寒冬中裸着上身 挣脱铁链 甚至练起铁砂掌 训练非常严苛 也因为如此暴风军团备受尊敬 而究竟被派到俄罗斯的士兵 是不是暴风军团 各方看法都不相同 而韩国的统一研究员 则认为影片中的士兵太小只 不像是暴风军团 恐怕只有北韓自己知道 派出去的是怎样的士兵 记得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